9月8日 首都各界群众集会 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六周年 中朝有协副会长魏传统 和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郑奉归讲话 他们一致表示 在今后共同的斗争中 中朝两国人民将永远站在一起 9月7日 苏丹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任特命权权大使 巴赫尔·埃丁·穆罕默德 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 9月13日 首都各界集会 热烈欢迎布拉柴维尔刚果 工会联合会领导人 布拉柴维尔刚果 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 布坎布·如丽昂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 廖承志 代表首都人民 向正在英勇斗争的布拉柴维尔刚果人民 致以崇高的敬意 布坎布·如丽昂 谴责美帝国主义 一再策划干涉布拉柴维尔刚果的阴谋 9月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宜宁市 各族各界集会 庆祝以黎哈萨克自治州成立10周年 自治州州长伊尔哈利 报告了自治州成立10年来的伟大成就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领权 向以黎哈萨克自治州各族人民 致节日的祝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自治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自治州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月17日 刘少奇主席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部长 总统军事顾问苏里亚达玛空军上将和印度尼西亚电影检查委员会主席乌塔米苏里亚达玛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法国技术展览会于9月5日在北京开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陈剪彩 陈毅副总理在法国技术展览会名誉主席乔治皮科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的展品有测量检查调查和自动化仪器以及农业机械 黄河故道现在已经改变了面貌 山东省曹县韶桑公社阳塘生产大队的社员们 依靠集体的力量 在黄河故道植树造林 防风故沙改造自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现在黄河故道的大片沙荒地已经变成了良田 变成了果园 山西省西阳县参观团来到江县南梵公社南柳大队访问 全国文明的大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山见面了 周明山向陈永贵介绍了南柳大队的社员和穷山恶水斗争建设山区的情景 陈永贵和南柳大队的社员一起 修梯田打地梗 陈永贵也向周明山介绍了大寨大队建设山区的经验 陈永贵和周明山都是建设山区的闯将 他们互相学习将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把山区建设的更美好 周明山从二十岁起担任山西省匠县南柳人民公社南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七年来他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实际问题 周明山立场坚定踏实苦干 继承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 他遇到问题就向群众请教 南柳过去是个又穷又落后的村子 四沟五岭十三坡 一共两千八百亩地就有两千三百多块 没有一亩水地 以周明山为核心 南柳党支部领导社员 制坡整地 精耕细作 发展牲畜 大学外地先进经验 南柳大队成了全省特等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南柳大队成了全省特等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南柳大队成了全天 南柳大队成 Zoo 浑草像